圣而自由爱而无惧 只活一次的人生快乐就行 不必正常 如果人生都按照应该两次去活 那多没劲呢 从小人家说你应该好好学习 我跑去当兵了 11年海军退伍 人家说你应该去个国企上班 这辈子就不愁了 我去创业了 现在投了点钱在二手车行 另外在红旗街开了一家酒房 这不仅是一双能骑摩托车的手 还能调点酒 平时朋友过来也能给他们调一杯 调酒就是动作要快 姿势要帅 静下来的时候我喜欢画点画 没事干的时候 我就拿着自焚漆在店里的墙上 涂涂摸摸 这一面墙都是我画的 我玩的东西没一样 是我应该会的 都是我愿意干的 就喜欢忙起来 啥也不记得了 一抬头天都黑的那种感觉 生活里我愿意起高调聊歉 跟朋友出去开车 他要是睡觉 我就把座椅加热打开 空调挑暖风 给他热得坑倒门汗 我再把窗户开了 冷风给他叙事 出了一项也愿意使劲使劲弄 我愿意喉舌对象 因为我最烦听应该俩字 所以应该结婚的年纪 我也没结婚 我觉得找对象结婚 是这辈子唯一 是能自己挑选亲人的机会 不应该按照应该走 我不喜欢随大溜找媳妇 我个人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16个姑娘如果有跟我一样 不喜欢随大溜的 请够留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